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的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 不过因为天灾的影响 加上父母的离异 年纪小小的他们得不到自身的照料 三餐不饱 甚至着不暖 作为旁观者的我们 一样感到非常心痛 一群由远方而来的基督徒 美国各星基金会和华恩基金会 在发生地震当晚 就立刻联合起来 希望给予特困儿童及孤儿一国家 四川绵阳市 各星华恩儿童村 占地十五畝 共三座大楼 包括一座能容纳 216个小孩的四层高宿舍 还有办公室 活动室 礼堂 和厨房等 不过他们不单只关顾到 这群孩子物质上的需要 就连心灵上的需要 都可以得到爱心的照顾 今天我站在这里 我看着后面的大楼 心里面有说不出的感激和激动 两年前512大地震以后 一个礼拜我就来到四川 也特别来到绵阳市 当时我们看到山崩地裂 灾民 敷天敞地 心里面非常的痛 我想海外所有的华人华侨 心里面都在问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地支持 九生华恩儿童村的工作 谢谢 记得当时我与年迈的爸爸一起生活 家里除了爸爸 还有一个头脑不清楚的哥哥 爸爸一个人干活养活我们 连诱德我和长障的哥哥 都帮不了他的忙 他很辛苦 后来乡政府安排了徐院长 来探访我家 他愿意带我到俄龙村去生活 可是爸爸以为到了儿童村 我以后就不可以回家了 他坚持不让我去 还好姑姑很明白事理 他说服了爸爸 最后我终于可以到了儿童村 来到儿童村以后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因为我穿得暖吃得饱 每天有爱心姐姐送我上下学 回来等着我的是香喷喷的放菜 晚上有姐姐督促我做作业 周末我有不同的兴趣吧 以前我什么都不会 感谢你们改变了我的命运 恭祝你们美味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这个儿童村主要融纳这三个背景的孩子 第一类是相孤 即是父母相亡 家人无力抚养 第二是父死无改嫁 家人有经济困难难以抚养 第三是父母残疾 又无力抚养的孩子 这一天 许佩文院长为了让生活在四川最贫困的孩子 得到照顾 特别在福建省远道而来 走入不同的山区 进行第一轮初步面谈的工作 希望将父母依靠的孩子接到年同村 签名 签名 料理要签 我去不去 你走一走 我去走一走 我去看你 你去看你 你去看你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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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你喜欢去俄童村吗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你有没有登记 你叫什么名字 从绵阳市进入不同的园 往往需要一个多小时 我们从市区进入 由高楼大厦 再经过一片又一片的菜油花田 沿途经过不少凹凸不平的山路 之后到达了三台远斯木寸 进行摸底 也就是个别家房的工作 这条路就比较好走 比较阔 不过如果下雨天 也是很艰难 感谢主 这个天很晒 我们好好走 我们再走约十五分钟 经过一大片田园 看到一间简陋的村屋 也就是延伟的家 原来延伟早已在家里等候着我们 九岁的延伟各自比同龄的孩子小小 身形只得七岁 因为平时没有太多机会吃肉 营养不良 所以看来只有七岁的身形 白白的脸非常清瘦 不过他总是皱起眉头 幽幽愁愁愁地 在他的脸上 见不到孩子 本来天真万难的笑容 爷爷和妈妈就跟我们说 原来延伟的爸爸妈妈 在他很小的时候 已经出去了深圳打工 希望赚钱回家建屋 让两老和儿子生活得好些 但是在延伟六岁那年 当妈妈和爸爸想着在新年 回家和家人团聚的时候 妈妈遇到交通意外身亡 而爸爸就因为益妻成疾 幻想不知名的病 无缘无故地坐在家里的梳化去世 爷爷妈妈一边说 一边益起爱子 眼泛泪光 对爷爷妈妈所说 失去父母的言语 自从父母去世那一年开始 性格就变得沉静 好小说话 灿烂的笑容 也都在他面上笑实 假如我收他 你带他上去的时候 就把他带来给我 那很纤维 你舍不舍得离开爷爷奶奶 舍得吗 舍不得 他跟着姑爷是住在绵阳 他不是住在这里的 姑姑就负责他 假如暑期 春节就接他回姑姑家 然后带他回来看看你们 是不是啊 是 我们儿童村是一个很大 很大的房间的 跟很多小孩子一起生活的 不是你一个人住在这里 很多哥哥 弟弟住在一起 你喜欢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精打 精打 在谈谈过后 爷爷妈妈带我们入房参观 房间上 贴有学校颁发乖乖乖的奖状 灵一边 即摆放了几本上寶 这个小孩子读书的成绩都不错 你看在墙上有一个奖状 他是优秀的儿童 他的环境也很值得同情 所以我们会考虑带这个小孩儿童院 爷爷给我们一些照片 其中有一张是一个俊美的少年抱着小孩 我们一眼就认出这个可爱的小延伟 和他爸爸 不过当我们想到这一幕幸福的情景 只能够在相片中找到 永远不能够在现实中出现的时候 我们各人都黯然神伤 现在 然位暂时又爷爷妈妈照顾 不过两位老人家 已经六七十多岁 又体药多病 加上他们又没有田地耕种 而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 根本没有能力照顾言为 而住在院士的姑姑 为了生活早出晚季 赚到的人工 就只是救自己勉强胡口 他也没有时间和能力 尝顾到言为 这个小孩 跟着有姑和姑掌 在绵羊外 是安园的地方来生活的 所以这个小孩 就不跟着野妈妈住 是跟着姑姐住的 他们都很放心 如果我们带这个小孩 去到儿童村的时候 他们都很愿意 因为他们说 他们年纪大 一个七十多 一个六十多 所以他们都很愿意 让小孩给我们 去抚养他们 他们很放心 今天我们很感恩 就是我们 在学校里面 interview了他们 给他们登记了之后 我们来到他们家庭里面探访 又亲眼看到 爷爷奶奶 年纪实在都很大 特别是看到他们 以前旧的相片 都引起他们很大的伤感 我自己都是很难过 我们盼望这个小孩 入最远之后 都能够很快 适应到儿童村的生活 对其将来的前途 都有一个很好的远景 这个都是儿童村 在各地建立的目的